像这个题目 第一个呢 我们知道说呢 它的直径是96 第一个知道直径是96 然后只有直径 再来就是说呢 它这个图形 分成两边 那两边是一样的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图形画出来 那你可以去思考说 从哪边开始呢 其实你会发现呢 假设说我把它剖一半 有没有 一半之后左右两边是一样的 那另外呢 还可以在这边再画一条线 那你可以发现呢 这边怎么画出来 这个怎么画的 怎么 它如果说有一条线 那假设我要把这个部分画出来的话 有什么方式呢 你可以想说 这有个切边嘛 切边 切边 这边有 那另外 这边其实也可以画出一个圆 再把它修剪掉 那这边怎么样产生一个圆 那另外这边有 这边是弧啦 这个弧怎么产生的 你们先思考看看 这个题 这一题的话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解好了 你们先思考看看 有没有办法自己画出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首先画一个圆 这也画一个圆 那圆的话呢 它的半径是 直径是96 所以半径 我这些输入48也可以 接下来的话呢 我可以先在这边画辅助先 因为我刚刚讲过这个圆的话 它有切切嘛 对不对 切切切就可以 所以我只要画出 除了圆本身之外 再两个切边 就可以画出这个圆 那我可以先在四分点的地方往下 再到圆心 在这边画两个辅助线 这两个辅助线画出来之后呢 那这边有线段嘛 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这个线段呢 它是平均的 也就是说呢 我这边呢 必须有 可以画出来 从这一个 这边到另外一边呢 总共 单边的话 总共有几个 1234 那所以全部都没有8 那也就是说呢 它96可以除以8 就是它偏移的 我们可以用偏移 对不对 偏移距就是96除以8 96除以8 Enter 那这样的话就选它 之后偏移过来 123 好 三次 就可以得到 有没有 这个 这个边 接下来 我就可以画这边的 这个图形 那你可以用画 弧形 可是弧形在这里 没有办法画 因为它 不知道起点跟终点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用什么 绘图 切切切 好 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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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那另外这边也是切切切 可以善用右键 重复切切切切 切切 这样就切出来 一样切切切 重复123 那最后这边呢 就不需要切切 这边切 只有一个切边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只知道这边有两个点 这一点跟这一点 所以我们绘图的话 可以用什么呢 图里面有个两点 两点 第一点在这里 第二点在这里 这样就可以画出一个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什么呢 多余的线段 先把它修紧掉 修紧 比如说这个地方修紧 这个 这边修紧 按个空白键 修紧 那这边的话 从上面修紧下来 这个也是修紧